记者此刻在摩苏尔东部的扎哈拉区 亚拉克军队大约15天前收复了这处地段 当地军民说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仍然从他们控制的附近地段 向这里发射排击炮弹 这些家庭还说 政府军接管后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为了惩罚民众切断了供水 一些人说 如果供水问题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 他们也许会加入数以万计的逃亡大军 离开摩苏尔 城外的难民营越来越拥挤不堪 虽然仍然在搭建更多的难民营 但是有关官员说 等这场战役结束时 伊拉克可能会新增100万流离失所的民众 美国之一摩多克 伊拉克摩苏尔报道